当播澳门市民日报澳门 2022年10月19日 轻轨关闸站廖西仪会超时超之 行政长官何一成上个月宣布 轻轨东线将由特区政府 向中央申请租用关闸口岸皮轮一幅内地土地 延伸至清贸口岸 公共建设局局长林伟号 作向立法会进一步介绍指 现时轻轨东线方案ES一车站 即关闸站将设置在滩涂整治区内 并预留向西延伸至清州站 清贸口岸的条件 运输公务司司长罗立文则表示 有关该福利型地块能否填海 将在短中期内解决 待国家正式批准后 ES一车站会尽量向西而靠关闸口岸 它更明然因涉及车站位置变动 要有心理准备该工程一定会有 小小超时超之 林伟号介绍讲 B型地块滩涂整治范围长约一公里 位于行政界线珠海一侧 靠近关闸边检大楼东侧 日后约获中央审批利用 将可建造囤扣井 令轻轨东线ES一站向西而靠关闸口岸 连接至现时旅游巴停泊区的行人通道 可缩短至120米 轻轨东线也有条件 向西延伸至青州站 就议员问到轻轨东线填海工程的进度 同时间表 罗立文预计 B型地块将在短中期内解决 但东线工程不会停下来等 现时先继续推进轻轨东线的招标程序 初步规划ES一关闸车站先设在澳门滩涂整治区 代国家正式批准利地块后 ES一车站会尽量向西而靠关闸口岸 因现时仍未未获批 故东线不可能穿过利地块 林伟豪則表示 若获国家批田利盈地块 会探讨ES一轻轨车站的出口 透过地下行人隧道 穿过关闸地下行车道 接驳至关闸地下巴士总站 步行距离约40多米 届时更方便居民往返轻车站 同巴士总站同埋转城 而青州站就规划设在清茂口岸对面的苗圃地段 你收听的是安波澳门 这个短片是由市民日报连同安波传媒联合推出 请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